明明 才轉過身準備現場連線 一枚飛彈就從旁邊劃過 戰地前線的記者 隨時可能一命嗚呼 觸目驚心的畫面還有這個 女記者倒在地上痛苦聲音 一雙腿已經失去知覺 遠方爆炸的地點 持續竄出黑煙 至少12記者 都被殺了 一長串身亡名單背後是無數心碎的家屬 第一位殉職的路透車記者阿布杜拉 13號在黎巴嫩南部 和一群記者遭到乙軍飛彈擊中 親友14號替他舉行葬禮 現場一片哀戚 一巴衝突不斷擴大 雙方你來我往 不僅平民無辜受災 堅守崗位的潛線記者 在戰火之下命入草芥 三立信用網上報導 三立信用網上報導 到